说提起彩莹,虽然在成员中属于盲内的妹妹般的存在 但事实上,彩莹给人一种既酷又双朗的沉稳形象 这样的彩莹,过去经常表示自己不擅长表达自己的心情 但好像是不能表达感情的类型 莫莫和知晓投入,彩莹不久前还向成员们传达了充满爱意的讯息 这是莫莫和知晓在6月15日官方YouTube账号上 公开的舞蹈中,兜风约会时的插曲 两人在不久前,坦白了,自己收到彩莹发来的无爱意的讯息 据说,知晓在收到该讯息时,甚至怀疑这是什么任务 对彩莹陌生的发言感到惊讶 莫莫好像也回信说,你喝酒了 甚至让人物以为是喝醉了 彩莹好像向全体成员发送了这条讯息 其他成员也担心,怎么了 大家似乎都对彩莹的直言不讳的感情表达,感到困惑 对彩莹,知晓说,彩莹最近好像对成员们充满爱意 莫莫也深表同意 对于无法掩饰感情采应 她表达了自己的心心好可爱 对此,大家怎么看呢 我里面了